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两人在一起后 韦浩不再上班 每天都和娜娜腻在一起 娜娜十分安心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对的人 可是慢慢的 韦浩越来越古怪 他不与娜娜沟通 脾气也越来越饱 这天 两人在吃饭的时候 又因为阿昆发生了争执 娜娜一时赶出 指责暗号 阿昆早因癌症死去 他不该与死人计较 韦浩听后 想起娜娜说过 她的男友因车祸而亡 她起了疑心 开始质问娜娜 她觉得娜娜说话前缘不搭后语 为了证明清白 情绪激动了娜娜拿出自己写的日记 想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可看到上面的刺激 她顿时傻眼 因为上面写着 是我杀了她 一瞬间 娜娜的头开始剧烈疼痛 记忆也慢慢浮出脑海 原来 自两人交往以来 娜娜时刻觉得 娜娜会像阿昆那样离开自己 为了防止重蹈覆辙 娜娜趁娜睡着的时候 将她绑了起来 也就是说 她与娜娜恩爱的一切 全是幻想 几天后 邻居路过娜娜家时 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臭味 出于担心 他们抱了惊 一番搜查后 警察通过娜娜写的日记 发现了她杀人的真相 他们赶到娜娜家中 砸开了那面阴森诡异的墙 里面恶臭扑鼻 映入眼帘的是一具具尸体 而娜娜在接受审问时 简称自己是无辜的 是闺蜜交错自己的 随后 警察找到了闺蜜家 在说明来意后 闺蜜与老公阿昆来到了警局 真相这才浮出水面 原来 娜娜与阿昆本是一对情侣 当年 阿昆劈腿闺蜜 导致娜娜精神失常 于是 她把自己幻想成了闺蜜的模样 将库斯阿昆的人一一哄骗回家 把他们囚禁 陪伴自己 可她得知那人并不是阿昆时 又残忍地将其杀害 随后 再次为自己编造谎言 让自己沉沦 真是可悲又可叹 这是一部很耐人寻味的影片 结尾出人意料 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中进行 我们以为已经看到了真相 却不是最后的真相 总之 值得一看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妄想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